平安夜 极客湾数码岗 眩龙KP2 5999 真正的福利不必多言 去年我们花了2000多块钱 组了一台能玩吃鸡的神机 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 但是如果我告诉你 现在我们只要花一半的钱 就能打造一台游戏性能翻倍的神机 只要1200元就能组一台超级神机 搞不好还能跑动4K呢 你觉得怎么样 我们今天就来挑战一下 怎么用1200块钱搞定一台高端游戏PC 就是为什么要订1200块的预算呢 其实是因为我们也找了一个同样很厉害的对手 至于他到底是谁呢 待会你就知道了 废话不多说 咱们赶紧开干吧 先来看看显卡 先来看看显卡 那显卡我觉得我们定个目标接近1060 你这个要求还蛮高的 你知道一张1060就要1300了吧 我是这么想的 我们整个机子既然定位价格在1000出头 那我们就要让整个机子的价格 就要跟这个价格的显卡一样强 这个就是神机的意义是吧 神机的意义所在 不然神在哪里呢 接近1060的显卡 970 然后780或者780Ti 780Ti我估计可能有点预算得太高了 那就780Ti安排上先 对那我们先看显卡 980也算 看一下啊 这是才3.5G显卡 看28 静音就不要看 970要758的 像这个红龙的话是918 799 那还是758是最便宜的 我们就算它758好了 那我们把显卡先写上去 这个是758是吧 对 780还行 等到 6658 599 这个是什么 这个可以啊 打开看一下 也是1GHz版的 可以啊 AMP 这也是后来的Ghz edition 来 GTX780 这个是599的价格 算运费的话就是 1104 好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780Ti是多少钱 780Ti基本上是可以 无限接近980 788 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780Ti的话 对电源的要求会比较高一点 继续往下翻 价格好像都不便宜 完蛋 512266 788 这张是普通版SC的卡 788还行 我们把最高价限到788 这个是一个非常棒的显购技巧 然后我们再从价格层高到低 可以确定了 就是788 788 这些全部都是假卡 GTX780Ti 788 这样的话比970还要再贵一点 我觉得要我选我选970 因为970还能省一笔电源钱 那我们再来看下别的吧 A卡 而A卡的话 RX470是可以 但是这个40系和5系的矿卡有点多啊 这个是不是比较麻烦的一件事情 我们前天的直播也说过这个事情 看看这个RX470的二手 哇 这个价格 天哪 那么问题我们要用矿卡吗 不要用矿卡 我觉得不要在我们还没测试完的时候 它就已经爆炸了 我还想多活一秒 如果我们要耍点赖的话 其实是可以用矿卡的 不要不要不要用矿卡 不要用矿卡 我们再看看别的吧 上一代要什么 29390 29390和290是一样的东西 那就是290吧 29290看一下 511好像还行 488的公版 算是比较便宜的 488 488 那都是冷头 我觉得闲鱼上应该会有更便宜的卡 我们现在先看这几张显卡里面 最便宜的毫无疑问就是29290 而且R9 290的性能 在N卡来看的话 基本上是可以持平970的 那我们看一下闲鱼上 290这张显卡还可以便宜到什么地步 500块 449 其实我很想要HIS的卡 显卡里的奢侈品牌 其实HIS本来也是 AMD这边的三巨头之一嘛 是的 但是它其实在国内 退出了国内市场了 对 稀释的卡最有名的就是它散热 散热是真的非常棒的 我说实话 如果我自己配的话 我会选970的 290出问题的概率 会比970更高一些 那肯定 除弹显卡吗 970的话会更靠谱一点 但是我们毕竟是神机嘛 神机就是要玩对吧 我们这几天也多蹲一下 总会有一个更好的 那其实给我们留的空余就很多了 CPU部分有几个选择 二代 i5 250K 250K有点太贵了 2400或者2300 2300太弱了 2300只有2.8的平 2400看的 2460 这一代CPU是不可以超频的 大家一定要注意 基本上这些商家的价格都会差不多 主板我们按100块算 2400是套餐3 200 260加100 360 360加一些运营费可能是380 那么380的话我们就已经占到剩下的不到800块预算的一半了 那我们电源啊还有固态啊 剩下很多杂志杂巴的东西 没法买了 对每一样都会接近100块的 那这个是肯定不可以买了 不太靠谱 而且有个问题它不能超频 所以不能买了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AMD 对对对 955我觉得可以试一下 95太弱了吧 95才100多块钱对吧 是很便宜的 可是95 搭配的主板的故障率是很高的 152 我不会选择它的 这个价格我绝不会选择它 那如果是X6呢 X6更不用说了呀 X4都这个价了 X6还有什么可看的 性能比较强呀主要是 哦我的天呐 这个价格有点太贵了 我疯了才会买它 AMD平台还有什么可选 FX就算了吧 我们因为要玩游戏的 我们都已经放了一张290了 我们再放一张FX 我们对AMD有点太好了 我们专门把这个机器 放到另一间房子来测 我们现在从门里连出去 好吗 我比较好奇的是 这个东西到底现在卖多少钱 300多块 哇其实说贵也不贵 但是也不便宜 这个价钱 我100%会选择刚才看到的 也不便宜 这个连2500k都打不过 那这样的话我们只能用老平台了呀 对吧 870吧 还是870吧 反正都能超频不需要带K 这个优势现在很多艰商在做这个整机的时候会忽悠你的 i7处理器 8代i7 这个就是8代i7 只少一颗零 就少了个零而已嘛 我讲实话就同价位 如果在8300跟这个里面选 我是选这个的 但是讲实话还是挺贵的 不行不行不行 那那那等一下 我想起来一个东西 呃 智强 对 智强是可以的 而且这一代的智强和i7是没有区别 一点区别没有的 根本没有任何区别 完全是想法的 天呐 这个CPU是一个4核8线程的CPU 这颗CPU的性能在超频之后是可以赶得上2500K的 对啊 这个就是2500K的性能 4.0G它超频的话 如果超得上去是4.0G 还用考虑吗 还有没有更便宜的 65块 63块 60块 60块 看这个60块的这家吧 而且销量感觉也挺高的 套餐2 100块 哇 好便宜啊 天呐 3430 无论怎么样都不值得买 X3430 60 对 60块 这40块的差距我宁愿等点别的 40块钱买多出来的4个超线程 还有2兆缓存呢 不出意外的话我们就选340吧 预算不够的话 我们可能还是要考虑一下330 再说 OK主板 这一代的156的主板就是H55 反正都能超频就H55了 H55吧 看一下H55 这个不用讲了 但是我想说的是这种老主板 现在有很多乱七八糟的债版 太多了 那我们还是做点限定吧 现在看看技嘉的 因为技嘉的话老板都是比较放心的 对的 169 150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内存的话 如果用4插槽的主板 我们可以省下不少钱 4G内存比2G内存要贵的挺多的 那4插槽的主板 这个是P55 S3 如果这个价格也不错 算上运费是185元 那么这个的话是M和MLX 华硕的板子的型号我不熟 我们要查一下 华硕的型号是这个样子 尤其是在这个时期 后缀越多越垃圾 硬太 硬太这个也可以啊 你想我们如果不买华硕技嘉微星的话 我们还可以买硬太啊 升级也可以买 精英也可以买 精英对 还有这些牌子 比较有名的一些台式场上 对 Lan Party Lan Party就贵了 这个是ROG级别的吧 就不要看了 哈哈哈 那我们就按硬太就算吧 还包油 还有五元红包 141咯 这几乎已经是前面两颗CPU的差价了 OK 我们先来算一下现在的总价 这样不管我们加什么价钱都会自己往里加 1200几乎我们还有500块 那挺充裕的 那么内存的话 我想我们现在没有8G是根本不可能的 16G有点太贵了 8G的话既然我们刚刚说了嘛 都用了4根内存槽的板子了 那么就2G 对 2G内存现在多少钱呢 2G1333 我们看一下 收到二手吧 我们来现价 40块钱 天呐你 我还真有啊 哈哈哈 这价格也太便宜了 我可没跟你开玩笑 威刚的内存36块 哈哈哈 这也太便宜了吧 金士顿我不太敢买 金士顿在那个时期是假货最猖獗的时候 黑色 AMD 白色 全品牌 它有这个AMD专用条 指定品牌评论 加五元 试验一套 算了 算了 金尔维缸36 现在个算吧 我觉得已经很 然后你觉得4根能包游是吧 先不包游算 按最快的算好了 刘费多少钱 我们的地区不对 你一个上海人怎么就到 这个是咱们摄像军的好 一样的 刘费是一样的 8块钱 只要刘文贴助名就可以了 好 那就没有问题嘛 那就没有问题嘛 可以啊 完美了 哇 好便宜啊 8G内存152元 那么我们再来算一下现在的价格 我们还有将近400块钱 先看硬盘 WD虚募 还是挺便宜的 160几万赚88 这是88 然后固态现在多少钱 我们先看个普遍的状况吧 哦 这个金盛的这种盘都这么便宜的吗 但是我们肯定是用稍微好一点的盘了 145 120 闪迪这其实都是大号U盘 145 但是我觉得145这个价格还是有点贵的有点多了 我觉得便宜的固态可以便宜非常多 能便宜多少钱 鲜鱼 可以 鲜鱼上的盘绝对比你这上面4个便宜 128G的SSD 价格限到145以内 我就限110 因为我觉得 鲜鱼上面145是全新的价格 大号U盘 大号U盘 这几个都是大号U盘 但是100的价格是真的很便宜啊 有一些是自制的固态 七彩虹就算了 这个可有 本人很忙还价勿扰 这个也是大号U盘 但是我觉得100块钱是真的很便宜 这样子 有费我吗 我就按106算 蜘蛛必讲 OK 闪迪 第一 我相信还能找到更便宜或者更靠谱的 因为闪迪Plus讲实话还是个大号U盘 如果我们待会不够的话我们就会选这个 如果我们够的话我们会选这个 继续 电源 电源很重要因为我们用了290 如果低于450瓦我们会bole 直接搜500瓦 然后它养垃圾嘛 所以搜个异横什么的吧 好可以啊 综艺平衡 综艺平衡EQ 这就有点贵了 异横毕竟是30毫 这个还行 12V 400瓦 差不多 290超完屏大概在300瓦 然后CPU超完屏100瓦 够是够了 勉勉强强 哇 300瓦应该是极限 就是290我们超不到300瓦 有一个电源我觉得可以考虑一下 Antikey的VP500 我记得是V1和V2的区别是蛮大的 底下90块现在为什么不看了 400瓦出的 一样呀 跟刚才那个也是一样36瓦 对这个是 那我肯定是倾向于异横的这一台 因为异横毕竟是你懂的 算是更靠谱的嘛 不过这个更贵 贵了不少 更贵 对 你就让这个90万算好了 我觉得还是可以的 90加运费15 105 其实电源能买到更便宜的 不过我觉得 先这样算 我们先这样算 还是不要太省钱了 是的 我可不想 碰火锅 这个荣誉还低多的啊 机箱我们就不要在这上面买了吧 机箱没有必要对不对 对啊 我们要不去 外面去讨一个 你知道这附近有没有什么废品回收站这些地方吗 我觉得总归 那你说不是去二手市场吗 你要去哪儿 我觉得二手市场的话 再说一遍 你要去哪儿 我说废品回收站啊 你觉得 你的意思是找个鞋盒子吗 不是啦 总归是正儿八经的电脑机箱 对吧 你想啊 我们如果去卖场的话 那都是懂电脑的朋友在买的 对吧 你想想这机箱这个东西 在废品回收站 它也是当成这个废铁嘛 对吧 那我们把它当机箱来买 那还能比他们出的价格更高一点 挺好的啊 那你觉得你拿多少钱买的 30元吧 那就写30元 未知机箱我们写废品 30元 30元 OK OK 没有优费了 因为我们线下收的嘛 对吧 是的 这我们直接提过来的 最后的几十块钱 我们都可以留给散热 我们有好多钱买散热的 我们可以用个 四热管的风软是可以用的 雪宾400 动软杀 动软杀是更便宜 这意味着我们可以把这个CPU抄得很离谱 对 插五蓝光板 哦 这么便宜的吗 等一下 插五蓝光板 五根热管 五热管 六十九啊 六十九 就它了 没什么可说的 哇 厉害了 我们现在预估啊 有这样的主板加这个CPU 我相信我不管怎么样 我也把它干到四级 OK 天哪 然后显卡是1060水平的显卡 最后一件事情 查一下1060多少钱 我们这个机器 一千 一百多块 一千两不到的价钱 买到的是一个 1060性能的机器 玩了之后价格还没1060高 牛逼了 牛逼了 等着 各种大作随便玩 ちょっと待って 你想想看 还有什么机器 可以像我 ちょっと待って 你先别记得 你先别说这种话 我其实给你找到了一个对手 什么对手 这个已经极限了呀 我觉得极限了呀 你除非用矿卡 你480什么的 来 看好 我找到的东西是 啊哈哈哈哈 PS4 不是你看这价格 1899啊 1656 你说啥 啊哈哈 什么 也就是说 你的意思是 咱们这一次是 拿神机来打PS4 对 不管怎么样 反正就是这个意思了 这个有意思了呀 但是 我跟你讲 PS4这个东西 它是一颗降频的FX830 加一张7870 那又怎么样 对吧 你反正有优化 我就看哪个玩游戏玩得好 哪个玩游戏玩得好呢 哪个就赢 好不好 就这样了 这上面我觉得没有什么可笑的了 咸鱼了解一下 咸鱼 我们看咸鱼 筛选一下吧 1500以下 不不不 1200以下 1200以下买PS4 对 1200以下 你能搜到吗 这个你确定啊 这个不是XBOX 哦还真有 怎么样 还是白色的 这个人啊 这个人是叛徒 入坑了天蝎 叛徒 看看还没有更便宜的 太多了 不要太多了 我天哪 厉害了呀 我就这么跟你讲吧 我们看完的结论就是 只要享受 地狱1200随便收 怎么样 你怕不怕 你是不是觉得你性能比我强 那性能肯定比你强 这是废话嘛 你真的觉得你能够打败我吗 我觉得不行 你知道吗 这一代主机其实跟PC之间 画质差距已经没有那么大了 楼上路差距没有那么大了 所以其实 我还是有信心的 我们就按1080P看 看谁玩的 不行 那我们就来比一下 1200的神机 对决 1200的PS4 就这样决定了 那明天早晨 明天早上第一件事 先去收一下机箱 废品回收车 咱们见 拜拜 拜拜 这比较理想的是一些老的品牌机什么的 他们可能会留一些机箱 对对对对 好 我是罗兰浩 你听清楚了吧 是我 我要开始导航了 我比较担心它是那种就是环保局的那种就是什么环保项目 就比如说什么 环保项目 不是正儿八经的回收站 那个就很麻烦 收不到东西 高价回收 旧电视 旧电脑 说不定就收到PS3 PS2了呢 你们在想什么东西啊 哈哈哈哈 这个是中国的飞品 路上讲 不是美国的 哈哈哈哈 150米 我们要不就跟着前面那辆车走 我们看能走到哪里去 然后枪吓了两个人 哈哈哈哈 拿着翘棍 哈哈哈哈 过来砸你的车 为什么要跟踪我们 哈哈 你是不是你的车想进费品回收账了你 任务失败了 呦 呦呦 这个请问一下 咱们有点有没有 那个 这个电脑呀 没有 这不是有没有账 没有 没有 都是一套是吧 嗯 然后你不拆开麦 相当于这样 是这样的 先到你来看一下 对不起 我发现我里面是有不划算的 不能用 他不知道 好吧 哎 看看你 你看着 对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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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带电源 你看 长城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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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我们算一下 12V 17啊 427啊 14加17共是 20 31啊 400瓦的电源 哦 我给你用了400瓦 oh my gosh 也行啊 这个是反正 哪家 不论啊 给个 二十块钱 二十块钱可以吗 师傅 行行可以 三十块钱 二十块钱 二十块钱 三十块钱 你二十五呗 就是那个里面那个东西啊 要二十块钱 但是我没有三十块钱啊 还行 还行就行了 就算了 你们要不是 这个傻伙伴 小伙伴 谢谢啊 所以说的意思就是你先去问一下 因为你这个样子不会引起人怀疑 钓鱼是吧 我们这个样子一看就感觉 不太对我 那是谁 没有 圈阳那样子是最不对的 圈阳拿着XS 感觉像那种炫富的 小场地一样的那种感觉就是 感觉跟那种拍抖音那种 那样 其实讲实话我觉得那个二十块钱的 其实也可以 还有双双感 主要是那个没有侧把 就是个架子 那就不用三位去了 电风开 得益于这个二十五元的废铁机箱 我们最终还是在一千两百元内 搞定了这台神机所有的硬件了 怎么样 这个配置够豪华了吧 唯独内存上我们出了点意外 买的是四根微缸 怎么送来的是四根静芯的条子呢 差点心里一凉 结果定睛一看 这个破条子 用的居然是历经的A3GA颗粒 以防你们不认识 A3GA就相当于是DDR3时代的B代 懂什么意思了吧 真的是走狗屎运了 虽然对于H5平台来说 好像内存好也没什么用就是了 我们的SSD同样是骚气十足 雨沾的黑豹 来自我KANDA的古代 连颗粒都是用震惊做的 这个就是主流性能的SATA盘 说不上多好 但是比起大号U盘还是强一点的 反正我们的神机也只有SATA2 性能什么的够用就行了 另外呢 考虑到机箱里送的那个长城的400瓦电源 给显卡12V预留的电流只有17A 也就是204W吧 这个应付R9290这种电老虎 还是挺困难的 所以说我们仍然 另外买了一个安泰克的VP550P 也就是理论上说呢 我们反手把这个机箱送的电源 这个再卖掉 还能赚一波建筑钱呢 对吧 这个挥薄选 起步美赞 这也太伤心病狂了 我们这简直是史上最抠门装机 不过你也别高兴太早 我们这次找的对手也很强 我们这次找了一台PS41001A 初代日版 我们从闲运上1200块钱就把它收过了 还行 真是蛮便宜的啊 你还别说 这个橙色看起来倒是挺不错的 这个机器首发键 应该有五年时间了吧 这原主人保养是相当可以的 而且呢 我个人感觉 就是咱们的1000这个型号机器 比起我们今天的Slim还有Pro 它都更加的好看 对吧 更有设计感 冷冷嚼嚼的非常舒服嘛 是啊 所以这么来说呢 至少从外观上来讲 我觉得我们这个神机可能真是毫无胜算 你看这破机箱 连个侧板都没有 哎呦 成何体统啊这个 唉 你这么说也有道理啊 那要不我们就给它做个侧板呗 既然没有侧板 我们就自己DIY一个咯 给它来个侧透 对吧 我们来搞点好看的 对吧 再收拾收拾收拾 行啊 那我们来试试看 开干吧 诶 诶 这个是 这个猪王的那个房间吧 装拍摄的房间是吧 对 行啊 去撤墙呀 这墙不是可以用的吗 是吧 可以用 这哪里放机箱这好嘛 拆拆拆 来来来来 拆掉 拆掉 怎么都可以用 诶 好嘞 这就是我们淘导的机箱 20块钱的 牛逼吧 太便宜了吧 而且还带电源的我给你讲 还带电源的 最骚的是什么 最后我发现啊 这个前缘板我们把它拆下来 嗯 这玩意儿还送一个风扇呢 20块钱机箱呢 当买也要十几块钱了吧 差不多了 20块钱买个扇子好像还带灯的 还送个机箱 送个电源的 那么问题我们怎么设计呢 怎么设计 这个侧板和背板是个问题 然后还有个什么问题 空啊 看到没 这个怎么解决 想想看 我们这边 这个不要散了 凹进去了 也可以用啊 凹进去了 不要了 我们这边的材料还挺多的 像这个卡纸的 卡纸 还有 这玩意儿 哦 这个是 阿坑摊哪 阿坑摊 你不要做Surface Cube吗 Surface Cube Surface desktop 非常现代 这个是隔音版 那 隔音机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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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可以可以可以 我觉得这可以 厚度也挺厚 挺厚的 对这个很厚实 比很多机箱的钢板都厚实 对 厚太多了 这个是摄影卡纸 也是我们玩家的留言 这其实都可以用来做东西 要么侧面整个就用这个的 可以啊 整个都用这个吧 你们这是要做奢侈宽体机箱吗 宽体还行 如果你这一面用这个的话 侧面也要用这个 这样的话就是两边就齐了嘛 这样就齐了 那正面怎么办 正面啊 对啊 对开关是在前面板上的 这个 这有孔 要么就搞个这种板子 把它弄下来 我们要么那个板子直接架在前面 看下里面这个硬盘这样能不能拆掉 然后把风扇装到里面去 对这个风扇有点 这样的话就装不下了 太厚了 太厚了 这样就很难装 还有一件事 如果我们要装前面板这样装的话呢 肯定这个前面要开个口 对上面开个口 然后把这个开关装上去 对上面开一个小口 装开关 下面开一个大口装口扇 对啊 这样的话就是整个嘛 最后一件事情 这个机箱光有RKTANA不够啊 是不是要弄个 側透 側透对吧 对对对对 那保鲜膜 保鲜膜可以 保鲜膜 对吧我们那个板非常非常环保 那我就这样计划的嘛 扣一个这个向側透的洞 然后我们从里面往外贴这个保鲜膜 里面贴住 側透机箱就有了 可是你们的隔音就不好了呀 你管他哪 一隔 对啊 側透20块钱 顶上的话要不用个 你觉得用RKTANA呢还是白色呢 还是怎么样呢 那种灰色的话 反正一体嘛 一体 也可以 一体的要有美感一点 然后底下不是有四个脚垫 我们可以聚三个小圆的 防震垫 这个也可以看上去 对对 脚垫 计划通 那我们就开干了 说干就干 我们首先拿出隔音板 削出咱们机箱的顶部 双面胶工艺 了解一下 当然还有我们的侧板了 这叫包豪斯风格 这叫包豪斯风格 我侧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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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着就是前面板了 咱们直接用隔音板做个新的 完美贴合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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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了 咱们不是要做隐形机箱嘛 这个风扇位还是要留出来的 对吧 那么就在前面板上抠个洞呗 然后我们的开关也是要装的嘛 不能没开关啊 咱们直接抠下原来酷冷的开关 然后给前面板打个小眼 稍微抠大一点 哎 你看完美贴合吧 来 我们把它固定住 行了 前面板和背板都准备好了 咱们给风扇线留出空间 赶紧双面胶大法沾上吧 哇 太完美了 兄弟 接着就该考虑一下侧板怎么开盒了 我们搞来了理线用的扎带 哇 这个开盒效果相当可以啊 顶上呢 咱们再做一个把手 哎 然后呢 我们把侧透切出来 侧透用什么呢 当然是用保鲜膜啦 哎 这个硬盘位挡到显卡了 锯掉 然后呢 我们把机器装起来 别忘了 前面的风扇还裸露着呢 所以说呢 我们从办公室拆了一个滤网下来 充当进气格栅 嗯 完美贴合啊 这样的话 风扇咱们就贴在里面好了 哦 还有侧开门 这个东西 咱们用磁铁来固定 怎么说 磁锡是侧开门 这个逼格够高了吧 简直漂亮的不像实力派啊 这样一来呢 我们这台仅1200元的 Arcantara版的Surface Desktop 就算是大功告成了 怎么样 这个效果还不错吧 咱们这次造的这个神迹 真的是骚诈啦 你仔细品味一下这个外观 简直是跑车风格啊 你知道吗 这个 这是哪呢 这跑车啊 诶 你别不信啊 我给你看啊 你看 美国车的狂野 是吧 还有 德国车的严谨 诶 还有 英国车的 优雅 不是 你见过哪个跑车 车窗是用保鲜模糊的 诶 我想想啊 这个 蓝博好像不行 然后 这个 麦卡东好像也不行 这个 这个 保时鞋好像也 更不行 等等等等 你算什么呢 我在想啊 还有哪一个跑车厂商 没有跟手机厂商 合作过的 对吧 我们可以搞一个联名啊 诶 对吧 弄个什么 什么 麦赛德斯设计 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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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然是特别款机箱 这个东西要是能量产 就确定能卖爆 你这美国 英国 德国的全都齐了 那算了算了 不如直接搞个全套的 搞个仲泰联名款吧算了 行 这个联名的事 我们先放一边再说 生意待会再谈 我们这个神机算是大功告成了 那么接下来就轮到 我们每年神机的例行公式 必备项目第一个 超频 我们今年的神机 用上了X3440的CPU 这个U本质上就是E3的爸爸 相当于一颗频率特别低的i7 860 默频只有2.5GHz多 但是和E3不一样的是 X3440超级频来可就太猛了 我们今天的目标是超频4GHz 首先我们先试一试180的外频 先超个3.5GHz 电压我们一口气 直接提0.16 应该能够到1.36V的样子 之后基本上就不用动核心电压了 然后因为超外频嘛 PCH电压我也稍微给高一点 内存频率也要先放低 OK 我们开机试一下 很顺利哦 跑分也很正常 没什么问题 接着我们就把外频提到199 我知道有一些H55是有外频墙的 所以要格外的小心啊 OK 很顺利的通过了 这个时候的R15已经上了600分了 已经比今天的i3 8100还要高了 来 我们继续 给到205的外频 成功了 622的R15得分 那么210的外频呢 这个我觉得有可能过不了 638分 成功了 我们这个超频是越战越勇了 再来挑战一下215能不能过呢 不行 难停了 但是我觉得还有救 毕竟1.36V的电压还不算很高 我们还能往上再补一点 稍微加点电压有没有可能呢 哇 又成功了 647分 我的天呐 我们把一颗默频2.5GHz的X3440 敲屏到了全核4.1GHz 简直丧心病狂了 这个分数甚至已经超过了i7 2600K了 接近默频的Ryzen 5 1400了 别忘了这个CPU我们只花了100多块钱了 不过为了稳定起见 我们还是把外频拉回210 然后把目光转向内存 1680的频率我觉得差不多了 我们把持续进一步优化到CL7 这样的话内存性能应该足够强了吧 然后就轮到显卡了 这张卡大众体质 报抄肯定是不行的 那我们给到1100的频率稍微拉点电压 应该就差不多了 抄完屏 咱们来跑一个3DMark看看 FSE非常的给力 图形分接近6000分 这个性能已经强于2048SP的RX580了 还是挺让人满意的 Time Spy得分4147分 真GTX 10606G非公版的水平 比起最近很火的P106 显然是高到不知道哪里去了 娱乐大师26万分 怎么样呢 1200元的神机 这个性能还可以吧 跑完疯了就轮到游戏登场了 神机到底玩不玩得动如今的大作 甚至4K分辨率的游戏呢 咱们来试一试极限竞速 地平线4 先尝试一下1080P高画质 我们漫游在爱丁堡的街头 这个游戏不得不说还是非常漂亮的 哪怕1080P画面已经非常精美了 而我们的神机也能跑到60帧左右的水平 流畅运行 不过这就有点让我担心起4K来了 毕竟1080P才60帧 那么4K真的还能坚持得住吗 我们来试试看 哇 好像还可以 这个流畅度好像还能接受 要知道这个游戏 在Xbox One插上 最高也就只能跑到4K30帧 而我们的神机 复杂的场景还能坚持4K30多帧 全程跑下来 4K高画质平均还能跑到41帧 这个表现 我觉得已经非常让人满意了 再来试试Vulcan的游戏 我们在Doom里开启4K中画质 同样可以获得40多帧的帧数 表现还是不错的 把分辨率降到2K高画质之后 就更牛逼了 游戏可以跑到780帧的帧数 非常流畅 玩起来相当的给力 不过呀 光看神机玩游戏有什么意思呢 是时候把对手也拉出来 溜一溜啦 接下来就是宇宙无敌大对决的时间了 1200元的神机 对决1200元的PS4 究竟谁才是游戏之王呢 那还用说 当然是PS4了 你难道不知道PS4有毒 诶 听听听听 我知道你要说独占对吧 诶 我们今天先不比独占 我们来先比较一下 跨平台的游戏 怎么样 要不选一个游戏啊 你要这么说的话就 GTA5吧 行啊 经典游戏GTA5 那我们现在就接上采集卡 来精确地对比一下两台机器的画面吧 在初版的PS4上 GTA5是以1080p的分辨率运行的 按照PC的特效来算 PS4总体是介于高和超高之间的 尤其是纹理 PS4版使用了超高的设定 贴图非常清晰 诶 这个画质看起来还可以啊 但是问题来了 PS4版的GTA5只能运行在30帧 这个就是最要命的问题了 而我们的神迹呢 同样的画质下 我们在北洋客顿可以跑到100帧以上 进了洛盛都之后 也能保持在70-80帧以上 流畅度相比PS4的30帧可是强了太多了 更骚的是 我们可以降到高画质 然后开启4K分辨率 之前的两个游戏 咱们神迹都能跑到4K30帧以上 而GTA5 神迹居然能跑到高画质4K60帧 哇 这感觉 这游戏体验实在是太舒服 太流畅了 你看 还是神迹比较强吧 你看 你所谓的主机优化 好像也就这样嘛 GTA5 都多少年前的老游戏了 跑个30帧还不正常啊 我们换个新游戏是什么 新游戏 看完谁口声说要测几天5的 新游戏不就新游戏了 我们换个什么 要不换个杀手2 刚出的 是就是嘛 来 看 果然 杀手系列的优化一直都是非常棒的 PS4版可以运行在1080P中特效 而最良心的是居然可以解锁帧率限制 最高可以跑到60帧 这个表现已经很好了 但是呢 60帧仅限于这种场景 当我们来到这种场景的时候 帧数就调回30帧了 而我们的神迹呢 同样的画质基本上能够保持40多帧的样子 好像没有之前那么耀武扬威了嘛 难道说PS4终于有机会扳回一城了 别急 我们把分辨率提到4K再来试试 这个帧数居然和1080P完全一样啊 1080P也才40多帧 4K分辨率居然还能保持40多帧 真是奇怪了 噢 我大概知道为什么了 我们的显卡性能是非常强大的 但我们的瓶颈在于CPU X3440已经是上古CPU了 缺少AVX指令级 而且内存性能和现在的主流平台还差了挺多的 这些是超频所没法弥补的 所以这就导致像杀手2这种优化非常好的游戏 我们反而会遇到麻烦 不过换个角度想想 同样的帧数 PS4只能跑到1080P的分辨率 而神机可以跑4K 这么一想 神机依然还是很牛逼的对吧 行 道理我都懂 我们的神机性能比PS4强得多 强出一倍都不止 还比Pro还强 行了吧 可是 我能玩屁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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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你能玩屁股 不再了不起说啊 我告诉你 我也能玩屁股 人不动呢 我能玩屁股 我能玩屁股 封股 雅 虽然 封股 学生 学生 P3模拟器了解一下 P3模拟器 哦,那你肯定玩不了大表格2咯 来来来,年度这下游戏了解一下 你那神奇能玩吗 神奇嘛,大表格2自然是玩不了的 但是呢,我可以玩大表格1啊 诶,听说你那盒子好像还不支持向下金融呢 嗯 师官长,师官长你听得到吗 终于醒了,你还好吧,可以动吗 肯定怎么那么吵啊 我还能玩4二个弹啊 诶,服不服气,牛不牛逼 诶,诶,停停停 你这个帧数好像有点不合适 你能不能把你的帧数掉出来,敢不敢 呃,行啊,行啊 刀针,自己报给我 二十,十九 十九人,十九人,你玩你马呢 哎呦,我看是你这处理器不支持AVX吧 根本跑不动模拟器 诶,再说了,我这游戏可都是正版 你的呢,解释一下 诶,锁锁开始秀优越了嘛 要不要给你看一下我的Steam Core 来看,诶,这么多游戏 这么多游戏 啊,你的PS账号里有这么多游戏吗 啊,还他妈正版 诶,还有,你玩游戏用的什么 是不是这个Duo Shock手柄啊 啊,你这玩意儿是叫黑丝少女的大腿吧 啊,没气作吧 这玩意儿手感有多烂 你心里没点B数码啊 要不要跟我的键盘鼠标一起打绝PS看看 啊,哦,对了 你好像还不能跨一台联机 诶,真可惜 好,啥时候用键鼠玩游戏还能秀优越了 有本事啊,你的键盘 在牛尾上面打败我的911GT3试试看 诶,对了,你这键鼠还有你这个熟名哪来的啊 我可不记得你在那天垃圾战里捡过这个呀 这个我,这个,哎呀,你知道的 哎呀,就是那个,那个电源嘛 就是那个送的电源嘛 对吧,换个键鼠,换个手柄什么的 不是很轻松的吗 诶,对吧,诶,诶,是吧 哦 哦 你们两个傻屁到底要耍几点啊 不知道啊,我们还是等着干嘛 要不去我家 好,走 好,杀杀,杀杀,杀杀了,杀杀了 杀杀了,杀杀了,杀杀了,杀了 诶,杀杀了,杀杀了,这都乱话 来,诱官,过来一下,你这个机器 这个神机你不就放到土躺室里去吧 嗯,可能暂时应该用不到了 其实,嗯,然后 我在这个片4的时候 片4你不要挤 这个我回去玩两天 行好 给我带我去玩 嘿嘿嘿嘿 来 走了走了走了 好 啊 我强了 这就是我们的新神机了 怎么样 看的爽不爽呢 这个应该是我们做过的 最牛逼的一期神机的视频了吧 我们算是兑现了 我们的承诺了 那么现在就轮到你来兑现 你的承诺了 你应该怎么做呢 当然是长按点赞键 素质三连对吧 然后转发本期视频 最重要的是 赶紧来极客湾数码岗 选购属于你的游戏本 商务本 我们的眩龙KPR 依然价格给力 如果你不知道 怎么去装一台神机的话 那当然也可以来极客湾数码岗 选购属于你的高性价比的游戏本 同样可以给你获得一个 非常优秀的游戏体验 那么话说回来 其实如果我有1200块钱的话 我不知道你怎么选 但是我应该会选择PS4 那我肯定也选PS4 对吧 这个你看 我们硬件玩久了 人都佛系了 是吧 其实吧 我这个人很简单 你给我看索尼的东西 我就掏钱 真实索粉 真实索粉 不对 小孩子才做选择 全年人 我全都要 那么本期神机的视频 就到这里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也欢迎你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次再见了